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听一个和尚跟我讲过 他说实际上它是很艺术化的一种教学 就是咱们说一些偶像 咱就一觉得这个宗教它拜偶像 但是它的偶像是有象征意义的 表法的 他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教师讲课 他要有这个教具 它是用来代表一个东西 那么玉皇大帝代表什么呢 它也是代表我们修行中的一个警戒 就是说到天道的一个警戒 完成了我们对生命的一种升华 在天道里面享受幸福 生命达到一个充分的展现的这么一个警戒 这人还活着吗 人的生命是有几个层次的 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在以形的方式存在的话 我们会说这个人生了 这个人死了 这个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就像当时我们没有发现波电波 我们还以为任何东西都是物质能量 都是用物质 用分质的方式表现的 看不见能量 我们就说能量好像不存在 其实宇宙的这个生命世界里面 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肉身的这个形体 还有别的方式的存在的方法 我是相信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占多数 我们知道的东西是很少 比如说过去讲这个经络 一度被认为这就是东方的迷信 可是现在呢 种种的这个科学证据 西方的科学家也检验 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循环系统 在在人体里 只是看不出来 他就是气的流通渠道 文道我还想问问你 你这个几次参加这个短期出家 短期这个修行啊 有什么感觉 我很粗浅了 我这是一个很粗浅的过程 但是当然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比如说在十天九天里面 你前几天当然就还是很昏沉的状态 但是当你比如说像我们修坐禅跟行禅 修到一个比较你觉得定下来的时候 你开始观察整个呼吸的过程 走路的这个整个步骤 整个过程的时候 慢慢的你的身体的感觉都会起变化 那当然整个人 比如说如果禅修的好 比如说像我不是那种非常日常都很密集禅修 就比较糟 那你如果日常都修得很好的人呢 你会觉得你的情绪 你跟世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那种禅修应里面 到了最后几天你开始进入状态 就像走路感觉都不一样 走在赤脚 走在食指地上 有的人修得好的呢 他会觉得他像在采豆腐 像我呢 就顶多觉得是采烂泥吧 就是那是实地是硬地 但是你你觉得他软了 然后你的看周围的眼光也变了 你觉得这世界怎么跟你好像隔了一重 还怎么样 这李道长也很有意思 你看他出身是道家 对吧 他这个修的 他实修的也是道家宏府 可是呢他解释起来啊 他用很多其他宗教的概念 比如他看佛经 是吧 也甚至看伊斯兰的这个古兰经 甚至学习现代科学 你觉得他说的这种修行和道家的修行 都是万法亦理的东西 对对对 他理的层面上都是一致的 我一直认为 东方文化三大家 乃至于世界上很多的宗教 他们实际上在表述生命的本相的时候 都是一致的 就像我们的那个北京的香山的山顶 你在山顶看到的景象一定是一致的 但是你上山的路是很多条 每一条路 你在路上看到的风景就不一样了 但上到顶上看到的风景是一致的 殊途同归 所以其实对这个佛道啊 我也是就随不能置心向枉之 但是在这呢 我要扮演一个这个所谓这个无神论者 因为这个也会对寻求很多解释 你像我听过一个学者 他就讲啊 他说这个其实真正的无神论者 是很难当的 因为什么呢 人生的种种苦难 种种烦恼 全得自个儿担着 这方面英国有一个研究 就找来一些天主教徒和一些就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试验什么呢 测痛的这个能力 就就比如说拿个针扎你 你能忍受痛的能力 结果确实发现 这个有信仰的这个祖别啊 他承受痛的能力大一点 大不少 大30%以上 所以这位老兄就说呢 说实际上啊 就是找到一个体系 是神啊 或者也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样呢 至少你比如说你买不起房子 或者给老板骂了 或者很不成功 或者是找不着老婆等等 很多的烦恼呢 你有个东西可以帮你担着 你就不是自己一个人担着 你看这是所谓一种无神论的解释 咱们可以广告之后啊 再请这个道和佛来解释解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就说到当代人的这个心 我想请道长来开始开始 就比如说到底这些东西啊 它是为了我们这个凡人 有一个心理寄托 有心有所计 有个依靠 还是说它是事实真相本身呢 现在我们对这个现象呢 是二元对立 人和神 好像人和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这个过程中呢 我是认为是我们现代的文明认识到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识 人和神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你向人的生命的众生度不限的推进的话 你会发现以后他们可能会合而为一 神不是生命彼岸的一个东西 他是生命内在的一种自然的表现 我们里头就有神 对 你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先 当然你还可以成更重要的先 我是黄大先 这就是东方宗教跟西方那种超验宗教的分别 就他们的人跟神是 常常会强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 但是东方宗教你看道教或佛教都会强调这是个连续的 这是个连续的 其实我总在想 就为什么我对这个佛感兴趣 对道感兴趣 我觉得有个缘由啊 是因为这个心理太乱 心乱如麻 就是老这个心不能安放 所以就想找到一条路 你觉得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道教肯定是迎着众生的烦恼走来的 这话说得好 迎着众生的痛苦走来的 他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出来的 所以他当然就是有办法的 你像现代人的典型的就焦虑恐惧 这种在你的这个徒弟或者这是学生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很严重 来找来找到我们的大半都是有痛苦的或者有焦虑的 他们都是怀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来找到的 那这道教比如说去讲究这个入境啊 入定 对这个心理状况的改善有帮助能治忧郁症 对 很多的对忧郁症是现在很普及的了 恰好我们 主要能够攻克的就是这些病症 攻克 是 你想啊那个 刚才我那个听你说到那个 比如说人们的这些烦恼 想找到一个那个亲近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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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对一个依托 这个问题呢 首先要把它历清除 人很多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之后 我们会让他了解到 我会发现很多的那个 现在讲到我们的养生的书里面 还有道家的书里面 往往把这个道家的这个亲近啊 成为他们向往的一个目标 于是人们呢就希望摆脱的烦恼 到这个亲近的世界里面来 实际上我们第一件事情 到我们这个经营养生名山里面来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他的 一件事情就是说 不要把道教当成一个避难所 避难所 不要把它当成避难所 这里面不是让你去回避矛盾 回避痛苦的一个一个地方 很多人他会把它当成说 我要摆脱痛苦 我跑到你这里来 在他生命中 痛苦和亲近是二缘对立的 二缘对立的 他是认为 我是为了避难跑到这里来的 我揣息一下 让我再回到这个红尘中去 而且他可能认为 庙和这个红尘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他忘记了 生活就是道 人本身就是道 道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道的清凉 就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 就在我们烦恼的红尘之中 只是在我们的心态的转变过程中 但是你说这个清静无为 那么现在的人要不要竞争呢 要不要成功呢 要不要赚钱呢 当然是需要的 这是欲望 如果说人 彻底没有了欲望 我们的人类可能还在原始社会 人们觉得 什么都可以过得很好了 就在原始社会里面 人们不是说要回避欲望 而是要认识欲望 认识欲望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欲望是什么东西 不为欲望所牵引 不为欲望所迷惑 不获于欲望 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这我就明白了 在具体实行上 好像说你看很多人最后败 是吧 败在哪啊 不是因为你不能挣钱 而在于呢 你已经合理合法的 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还想要 你还想要的那一下 就是这个贪 我就觉得最近就是要借贪 对 你看最近这些金融风暴啊 比如说昨天才跟朋友说 香港好像垮的企业特别多 这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贪 怎么个贪法 比如说我是做玩具厂的 玩具厂赚了钱之后呢 你本来你说要再投资 这个钱应该是放回这个本行 他们不 他们说发现这个投入股市 金融市场买什么 那好像更好赚啊 那风险高 一下全丢进去 所以一垮就全垮 这太贪 那天那个就是 我听曾志伟在电视上讲 就是这个郑玉玲 这个金融风暴当中啊 不也是受损失吗 对 然后他说他体会到了一句话 跟这个曾志伟说 说我这次啊 对我也有好处 让我明白了一句话 这钱呢 是用来花的 是是是 积累了一辈子 去弄这个 是是 对这现代人的种种 这个心理问题 我发现道长一点不陌生 是是是是 我经常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前段时间 我在那个北大的一个 EMBA班里面 我刚才讲那个国学 和那个一个养生文化 其中有个人就 他原来是做公安局长的 他会说啊 他说那个道长 我很想了解我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他说我以前看所有人都是坏人 但现在我忽然发现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别人都是好人 我是个坏人 那你到底是不是是个 我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我不能让他下课来问我 他后来坚持要要要要我回答他 后来我跟他讲 你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你是不是觉得 你这个好和坏 是要别人来评价 你第一个问题就把那个好和坏啊 建立在别人的心目中了 你力图上想让别人来给你一个评价 好和坏 这是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们很大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去成为自己 而是应该是建立在别人 怎么来看待自己的角度上去 我会说 我说这个班上有六十多个人 你问问他们 他们认为你的好和认为你的坏 是不是一致的 就在这个班上的人 都有很多人说他好 有很多人说他坏 人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人们呢 就一心想去用别人的标准 来对自己进行评价 人就很累了 很累了 很累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怎么样子去找到自己 我们实际上来解决 众生的一个烦恼的一个 最主要的方式是帮助他 通过这种实证的路径 找到他 如何成为自己 当你明白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欲望 不仅不可怕 反而是助到的工具 这个我有点费解 你说的找到自己指的是什么呢 还有欲望 还有帮助 那是 首先来说 你要知道你要成为自己 到底是成为什么 你很多的时候 从小的时候被说的 受到的教育 就是要你成为这样 成为那样成为那样 好像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很多人最初的时候 比如说很多的企业家 最初的出发的时候 只是想到让自己生活的质量过得好一些 到达后来他的三倍四倍的人 都已经用不完他的财富的时候 他每天还是那个憔悴的不得了 累的不得了 你看前段时间不是有个企业家 36岁就去世了吗 对不对 那个资产几十个亿 那没有用 是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实际上他在追寻这个过程中 他本应该知道 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可以提高的时候 他还在拼命的消耗自己的身体 消耗自己的生命 然后去追逐一个不归路 实际上就把自己耗进去 实际上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是什么 最深中我如何要达成自我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最近就从这个道家里得到一个字 就是节 这是什么动而有节 节也是节制 也是节奏 现在有些时候 这个身心情况搞得一团乱了 是就是没有节制了 而且节奏也乱了 整个这个人身心受到很大戕害 可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假如说要找到真正的自己的话 那个人会不会说 我发现我真正的自我 就是这么一个中欲的人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你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 真正的自我 就是一个登途者 怎么办 那怎么办 实际上就像我们在刚才讲到 那个细嚼蔓延的过程中 很多人以为自己原来需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 实际上当他真正进入这个食物的美味的时候 他会发现自己是完全不需要的 避古的人给我 我们已经有几百人 近千人来避古了 那么很多避古人他描述他的生命是这么描述的 他说原来幸福如此的唾手可及 对 以前会认为自己要吃这样吃那样吃那样 他会想到很多很多东西 当他真正在避古这种巅峰体验的时候 他会发现 其实原来最后想吃的就是小时候妈妈做的那个鸡蛋羹 或者那一粒花生米 或者那一颗水果 那就是他生命中最想要的东西 而原来很多东西是生命中那个欲望 覆盖了又覆盖的这个一些表层的东西 实际上不是他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 哎呦 这玩意是不是饿极了 觉得什么都好吃 你饿极了 你可以想吃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跳在你眼里的 想到你眼里的 绝对是你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 对 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是生命中缘分最深的东西 哦 就帮助你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 对 你说的太对了 开发起来 我用这个事情就想说明这个问题 对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欲望 忠欲的一个登徒子 可能你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当你真正进入内在 不断的进入内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那些不是我 我不是欲望 我不是肉体 我要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命定的那个东西 而且 那叫使命 而且你就会明白 对 你这为什么整天虚索无度 就是因为内心最深的东西啊 长期焦渴 长期不满毒 或者被压抑了 或者被压抑 是吧 你总是在扮演角色的适应别人 而忘记了对自我的达成 于是他变成了很贪婪 对 哎呀 我知道我的病 领悟了吧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道长这也不只是讲养生了 这是讲人生了 是吧 而且养生这个身本来就是要养到这一块 对 好像 对我也听你说说很多中国人现在就是投奔你啊 其实就是为了就身体好 对对对 不得病 长寿 你觉得他们这个目的是有点问题的 目的倒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对养生有误解 而且他们对自己的那个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啊 他不清洗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那个书里面 很多的那个外面的你讲养生书里面 实际上都有一个误区 把中国的这个养生了当成养生去了 养身体去了 实际上我们是指的整个生命的滋养 这个不是指身体这么一个 身心灵 精气神 对吧 可是呢我还是比较关心身体啊 因为最近呢我也是觉得有点怕 我怎么觉得癌症包围着我呢 就是一个接一个已经好几个了 里边有亲戚 有朋友 有同学 有同事 有他们的父母亲 就现在我怎么觉得好 就是这个这个癌症啊 发现都是晚期了 是是是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刚才道长跟我说 说让我到他那里检查一下身体 我说你怎么能检查出来呢 是 道家的这套方法叫行器绝埋法 我们呢那个那个填补了一个空白 就是在疾病的潜伏器的检测上面 因为常规的检测呢 他一般查出来的比如西医 包括中医 他在查的病的时候 他能准确的查出你现在的病 这个病呢就是你现在的气质性病变 就是气关之变了 查出来了 但是查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你已经病了 这就有点中国的这种事后诸国量 事发之后我发现了 但是事情之前能发现这是卫病的卫病学的一个研究 那么道家是通过经络来的 经络就是说在器官没有直变 物质没有变化之前 它能量状态的变化 我们通过这种行器绝埋法 实际上呢迅速的走通这个经络 可以在能量状态已经出现阻塞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气关还没有直变 但是我们就知道 未来五年之内你的疾病的那个发展方向 比如说怎么做呢 具体来讲 你的仪器是马脉吗 不是仪器 其实实际上就是要么就是我们发工 来疏通你的经络 要么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发工来控制这个 这个比方说220伏的电啊 导电进入你的经络啊 来测试的经络是不是畅通 这种方式呢 能够有效的那个诊断你的经络的 通常程度 于是呢 我们在很快的时间来回答你两个问题 一个是现在的状况 比方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和你将来五年之后 会发生的身体的疾病的状况 我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啊 如果说中国的这个东方养生文化 道家养生文化 如此的好 如此的对 对吧 那么为什么没见着中国人身体 你比如到五四的时候 不是都痛心疾首 我们要强国强种 说我们中国人一个个都跟大眼鬼似的 那反倒是西方他没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他的平均人均寿命啊 好像也甚至比咱们强呢 是中国的文化 操生了中国 璀璨的五千年的文明 中国的那个落后是近段时间 一两百年 这个过程中呢 不可厚非的说 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一些病症 比方说我们的文化 在发展的过程中 它也有一些曲折 也有一些波动 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 比如灭佛啊 灭道啊 一些一些曲折波动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认为呢 西方呢 它是在物的这个层面上 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那么它在一个阶段上呢 它也是它的这个文明 我们不认为这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随强随弱的问题 我们只考虑文明在东方和文明在西方 因为共有的这个地球 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家园 不管是表现出 关注日的这个文明 和关注新的这个文明 它们都是一个文明 这个时代 二十一四十一 二十一